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又算是其中一个必须的开销之一 我们今天分享荣幸用起到了太阳能达人 也是Charles来到我们的天下纵横谈 他要跟我们好好的讨论一下 其实用太阳能电板是可以省电的 可是有什么样的人可以省到什么样的电 就要用太阳能达人来告诉大家 Charles您好 观众好 主持人好 您好 赶快告诉我们 其实很多人都想要知道 到底太阳能电板可以怎么样帮助我们 每个月的电费节省到百分之多少 其实像现在我们最近在开说明会 很多大部分第一个最常问的问题 就是大家说 那我现在到底能够省多少电费 那我觉得说 我今天我也稍微做了点小功课 我就做了个板子 OK 然后跟大家解释下 第一你怎么去看您的电费账单 这才是很重要的 您知道这个电力公司 它是分四个不同的等级在跟您收费 这个上次我也这样讲过了 那可是也有一些人有一些迷思 他们一直以为电费是分时段性的 对你知道我那天 我在跟人家聊的时候 人家说对啊 其实我都很省 因为我都是在晚上在充 晚上的时候用 对晚上的时候在充电 我就说 你知道你晚上白天 其实都是一样的 可是其实说台湾的电费 好像是有分尖锋时段的时候 如果在哪个时段反而是 其实这边的commercial也有分 OK 可是Residential 95% 我基本上我从以前到现在 我只看到一个还是两个客人 他是用一种叫TOU 这叫Time Abuse 这就真的是分时段的 像有一些人他们最近去买了电电动车 那电动车有时候 第一个就是说那你记得你要就是说 晚上充电的时候 然后去帮电动车充电会比较便宜 那很多人就Assume OK 可是他可能忘了中间讲的就是说 你要先去跟电力公司讲 你有电动车 对然后你要换 你要从你的Residential 换到TOU 那TOU呢 这个就是说你在白天 你如果说你充电的话就非常贵 是 你白天任用任何电的话 他基本上已经Charge到Tier 4的程 也就是一度电大概三毛一 三毛二 这样很贵 对很贵 那我们平常呢 如果刚开始的时候就是15 15 一度电是 所以人家说那人家就问 那我到底什么时候 这个用电比较便宜 我就说从月初的时候 因为你月初你是一个累移 它是一个累计的嘛 对对对 然后你这个刚开始 你前面可能就大概每一个地区 他给你的额度不一样 大概三四百 三四百度吧 对 三四百度都是在15 OK 然后呢你三四百度 超过三四百度之后 对上去的前面的Tier 1 一半的三分之一就在Tier 2 那这个就是19 OK 那然后呢再来的70%的Tier 1 在这边的话就是Tier 3的价钱 也就是有些地方是2毛6 有的地方是2毛7 OK 然后再接下来 就是说当你这个额度的超过100% 就是说你如果这边是三四百度 这边接下来就是三四百度 接下来的每七八百度超过之后的每一度 就开始 doesn't matter 你是any time of the day 就是开始Tier 4的钱 就是一度的要三毛一或三毛二 如果说你在暑假的时候 OK 你真的想说你这个空调你要节制 怎么节制 月底 月底在可以广开 因为那个时候你都已经开始在Tier 4了 我本来以为你也是说就是你Tier 1 就是你刚开始月初的时候 第一个礼拜 第二个礼拜就先忍着 不要开 没有没有 那个因为那个时候你还是在Tier 1 Tier 2 OK 我懂 对 对 所以呢也就是说 所以我说为什么大家就是说好 那我到底知道说我 我怎么去算 我今天跟大家讲一个小 pebo 就是说 如果说你今天你一个月你的 你如果说用1000度的电 OK 那1000度的电呢 如果说用Alison 去换赚的话 大概你一个月是250块 的电费 OK 然后呢那当然会 大同小异图 就是差不多 对 Round up 那你如果说用这1000度 你就很很简单嘛 你Alison你每天可以 每一个这个账单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有一个 就是说你一个月用多少度 就是叫KWH 这个叫做是多少度的电 OK 那你这个把它除以你现在是多少钱 那你如果说我1000度 我花了250块 等于我一度电就是2 2毛5 对 好那2毛5 那现在我来跟你讲说 我太阳能 如果你的状况OK 我charge你一度电17 来讲好了 OK 那你1000乘以10 17是多少 就是170 250减掉170 你一个月就是省80块 就是这样子 OK 因为太阳能跟这个普通电力最大不同是我们没有Tier 没有分一级二级三级四级 对因为你你你我我我那一天我在仔细的在看电费账单的时候 因为我以前就是说因为这行我才慢慢知道说会读后面的Item 对对对他会每一下每一下列出来 其实因为他们摆络他们一定要跟你解释 我发觉一个很重 还蛮 Interesting的一个fact OK 就是说你到Tier 4的时候 他不是收你三毛一吗 对 我就看他说 你知道电费账单他有两个最大的不同的category 我们那些tax那些东西我们就不要讲了 我们来讲一个generation charge 这叫什么 发电 他发电 他跟你收 收费 这很合理 非常合理 好另外一个 delivery charge OK 送给你 对因为他要把 要不然他电怎么传送给你 也合理嘛 你看他盖那么多电线杆 然后这些东西其实是 对那些 都是要花钱的 对不对 那可是呢 如果我跟你讲说 在Tier 4的时候 他的发电的收费 他跟你说是15 16 cent好了 OK 然后那你想OK那16 cent 那你知道他 送给你的时候 他的delivery charge是多少钱 不知道 三毛一减掉16 cent 没多少 也是15 cent 对 好 所以就是变成说 如果今天你在Amazon OK今天大家现在都在Amazon 你在Amazon看到 一双鞋子 很好看 50块 你说可以 我可以接受 好 然后跟你讲 shipping handling 50块 那就不要买了 我马上立马不买 对 对不对 那所以 我觉得这样不太合理啊 为什么我买了东西50块 然后你是变线东西 还要收我50块 那这个你要去问一下 问一下 电力公司 对啊对啊 那我们呢 因为我们的电板就在您的屋顶上 是 那送下来 大家就慢慢可以解释 哦 原来是这样子 原来是这样 对 然后所以就是说好 那所以你如果今天呢 我们因为上次开说 说明会的时候 我们也碰到一些 客户真的就是拿那种 三四十块的 的账单 可是说实话 大部分的家庭也就是三四十块 如果 如果是 一个人两个人的家里 是是是 对不对 一个人两个人 应该是差不多三四十块 可是如果你是 Family 对 那如果说 所以我们就是说真的 我们 直接了当会跟这些客户讲说 恭喜你 您现在的电费 还是非常非常 一个人两个人就算了 你不要再去打扰人家了 我就 就别浪费您的时间了 OK 那可是呢 也就是 所以其实像我们不是说 每一个客户来 我们都想做他 当然 We would love to 但是 可是at the end of the day 我们会跟你解释 就是说好 如果今天你 只有 六七十块的 电费账单 你算一下 其实跟我们这泰晓能是 差不多钱的 我省不到你的钱 是 那我就跟你指费讲说 我 我真的赚 赚不到 对我没有办法 帮你省到这个钱 所以你也不要去 赚客户的钱了 我 我宁愿不要 可是Charles你这样 做生意这样是对的吗 因为很多 可是 这样我是凭良心在做啊 你知道 其实我觉得说 我们以前有一些 同行 就是说 为了 想要做您的行业 OK 可是呢 他又觉得说 因为如果刚客户说 我如果没有做太阳能之前是 六七十块 我做了太阳能之后 还是六七十块 那我干嘛做 可是有的人会问说 达人 其实我做了 我现在的电费是六七十块 没有错 可是我做了太阳能之后 我前半年省到只剩下 四五十块 只是之后又涨回到六七十块 这就是 这为什么 这就是他 其他的一些 太阳能电板公司 我帮你讲 会给你一些误导 OK 他的误导是什么 就是说他们中间呢 他们是 采用了一个 Strategy 就是说 他们前面在做的时候 他 其中其实把你的用电量是 这个太阳能的产生的电量减少 OK 因为太阳能系系统最终 他怎么算钱 他不是算说 几块板 多多少钱 很多人都以为 你知道吗 我讲到这个 我那天 我就 有一个客户打电话来 你是那个太阳能达人对吧 我说 还好 大家都知道 你和太阳能达人 我就跟你讲 你知道我们 老中很多 非常 事先都有做功课的 当然 他们就是来 Shop around 所以说 我已经在别的地方 他问好了 我这家就是要18块板 OK 然后你跟我讲 你18块板 你可以卖我多少钱 OK 那我就说 我真的没有办法跟你说 他就觉得我是那种 奸商 对 他就觉得你是那种 一定要到家里面 坐下来跟他谈的那种 那我就直接跟你讲 我要什么东西了 你为什么不直接了当跟我说 那我就觉得说 如果我今天 我随便编一个价钱 我才不负责责任 因为我可以 我大概都是在外面讲 多少钱 我就故意跟他讲一个 比较便宜的价钱 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说 at the end of the day 我并没有在帮助你 因为其实很多人 他们并不了解 就是说 你装太阳冷的时候 并不是说你几块板 你会 这个公司 有没有看到您真正所需要 跟一些 就是说 连你的房子都没看到 就直接 给你这个价钱的 这种公司 我觉得是很 不负责任 Charles我还要再 帮 帮观众朋友问个问题 因为很多观众朋友 大部分的人都是 Shop around 就是打电话去问的 对 他们都会直接问你说 你的房子 square foot有多大 你的roofing有多少 那就是这样 多少块板了 这完全是错误的 原来就是完全错 为什么 第一 我给你举个例 我们同时有 A跟B OK 这两个就是像那种 Track home OK 长得一模一样的房 对 一模一样 这个是2000尺 这也是2000尺 然后 房子长得就是一模一样 那你觉得说我做的时候 这两块 应该都是一模一样的系统 如果按照你的理论来讲的话 好 那如果我今天跟你讲说 这个A 里面就住个 两个人 平常白天不在家 家里面 都是上班族 OK 他晚上回来 就是 很热开点小空调 开个电视 就这样 他可能一个月电费 八十块 OK 好 B 里面住 两大 两老 两小 OK 那爸爸妈妈出去工作 可是爷爷奶奶 都在家里面 小孩都还小 老人小孩最怕热 对不对 空调从来没关过 他可能一个月电费就三百块 OK 那我们太阳能系统 跟房子的大小 没有 当然有一点点关系 可是不是成正比的 OK 因为我们按照您的用电量 是 OK 所以我们才好 然后再接下来话又说回来说 为什么人家扣18块板 跟我扣18块板有可能不一样 是因为为什么 第一句说 好 如果你这个房子 刚好 他没有看 他是说 你这是东西向的 跟南北向的 这又不一样 因为太阳能 我给你讲 最后是按照您产生多少度电 OK 如果您的这个太阳能板 我可以放在正南 OK 正南的时候是最好的 OK 我产生的阳光是最充 就是说吸收的阳光是最充足 能够产生最多的电 那这个时候我来 这个租给你的时候 我成本就低啦 对 OK 那可是你如果说一个是 你的房子的坐向 对 然后刚好是 您这个 西边或南边 刚好有颗大树 挡在那边 你就只能放在东边 或甚至放在北边 那我这个就是 我就没办法产生那么多的电 OK 然后还有一个就算说 这个东西我都可以算得出来 还有一个东西 你知道我那天 我碰到另外一个客户 他已经找了很多家来了 是 然后他本来也不想我 去的 结果我跟他讲了一句说 您知道我去我一毛钱都不收你吧 他说 对啊 我知道 他说那 我只是 就是说我 只能占用您半个小时的时间 可是我给你一个更 细节的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来 等一下再告诉我 为什么他不让你来 其实太阳能电板真的有许许多多的问题 在下一节的天下纵红谈里面 太阳能达人Charles还要继续为我们解答 所有有关 太阳能电板还有电费的问题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